這起捷運隨機砍人事件發生之後 現在也引發了後續效應 上次搭乘捷運的人數明顯減少 根據台北捷運公司統計 截至今天下午為止 搭乘人數比起上週五的同時段 減少將近10萬人 捷運砍人事件至今第三天 截至下午3點為止 捷運總運量只有84萬人 比上禮拜的93.7萬人 再少了9萬多人 而這數據的同時 也是台北捷運通車18年來 少最多的一次 一天都還沒過完 搭乘人數就比平常少了 快10萬人 比22號一整天下來的9萬人 還要多 捷運史上最嚴重的 暴力疊血事件 讓乘客數直線下滑 也讓民眾心中的這道陰影 短時間內很難除去 做捷運大家都很緊張 都會就是可能 就是不會一直玩手機 就是會擔心有人模仿他 就發生這種類似的事情 比平常少很多 過去酝酿少了 實際情形就是類似 像SARS這樣的情形 在民眾的心理上 是有一些心理上的因素 民眾擔心受怕搭個捷運得更加小心翼翼 就怕再發生類似事件 捷運站裡增派的保全 警察也來回巡邏緊盯突發狀況 為了不讓事件影響民眾的搭車心情 有群年輕人決定站出來打算發放1萬件T恤 要用群體公民的力量戰勝恐懼 這兩個T分別就是Trust 台北 你平常是搭藍線的 你就會有藍線的T恤 你平常是搭紅線的 你就會有紅線T恤 就連作家劉庸的兒子劉軒也在臉書上 號召大眾一起勇敢搭捷運 越來越多人挺身而出 就是希望每天通勤的捷運族 不要被單一事件影響 共同把最友善的台北記憶找回來 UTV 林煌吳登麗 新北市報導